留在日 为是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再见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让世界更美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角作 海涛法师般若角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然我們自己受到痛苦 像是背部又沒辦法遭到 這個演戲是來自於 神通的無見能存在 雖然他爭到阿羅漢神通 結果他的老母又在做鬼 沒人吃在受苦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人又比較厚受傷 但是他如果沒有主意心 由他自己解脫受傷 那對背部的利益就沒辦法大 雖然症狀阿羅漢 結果老母又在地上 又在做鬼受苦 這個受傷啊 一定要記住 所以我們今天受解 做選手啊 都要有一個優好心 不穩心 那是對世界一切中心的 代鼻心 那你的心越高 那你的公主力就越大 譬如說我今天吃一頓菜 我想到全烏調的眾生 都不要弄台 都不要打拼 都好心 那麼這個公主力就補死給他們 不可思議 對吧 所以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為了別人想 這樣就是公主力了 再加上分力加持 這重要的事情 梁阿彌陀佛 梁冠仙菩 菩薩 如果沒有這個菩薩加持 你看看 目見年存者 老母在煮鬼也沒辦法 結果呢 七月十五日 佛度跟目見人說 你來替你的老母 來供養所有的阿羅漢 當然包括菩 這種的大公的力 我們現在叫做 供菩 財經 所以七月十五日 都來供養 十方祝福 供養 市街的出家人 結果 目見年的老母 就帶你奧幾道 一夾一口 一夾是 幾十英年內 那兩天好 然後呢 來生天 所以我們今天 大家也是這樣 來打拼一天好不好 特別今天有些菩薩 第一次來參加法會 然後呢 其實各位菩薩 你們來 都是在裡面的北部 不然你們不會來 所以 有縁才有辦法 所以 附近說 一千世才有辦法 到前吃一頓飯 都做佛上做到北部 所以四教母理佛 也給我們一個師匠 目見年為他的老母 來供佛財經 延伸了 帝宗恩菩薩的故事 帝宗恩菩薩 為他的老母 來發起 神佛的菩薩 什麼叫做菩薩呢 就是 眾生都當作自己的老母 眾生如果沒有離開 輪迴的痛苦 自己絕對不會神佛 這是 同偉大的願力 同偉大的 所以各位 受賢 有錢沒錢都沒關係 別人出一萬塊 我都沒有出一萬塊 但我出一顆心 希望 今天你到佛財 大家都健康 發財 將來都幸福 這樣 你變公立主 你公立方大 所以佛道在世 有一個國王 利用青梅七天 共用八千萬一丁 青梅七天 為了自己小協中 阿瑟是國王 叫這個老菩薩 他來參加博會 他是一個欺責 但是他看國王在獎頂 他累心裡面 哎呀 真讚 哎呀 將來啊 國王在獎頂頂 我隨意國王的獎頂 希望我將來也有辦法 成佛 像佛這樣 給大家尊敬 來奉頂佛法 結果青梅七天的博會 那佛道在宣布公立主 沒有宣布那個國王 宣布什麼 那個老菩薩 你看看 喔 他發的心痛大 這樣啦 因為呢 他雖然是一個欺責 因為他在參加博會 是要等一個便當者 這樣啦 但是呢 他發出大心來 來參加這個博會 用這個修法 叫他變成公立主 所以這點啦 我們要用這種的心態 但是我們今天也有這個公立主 我們也要感恩 因為我們做這個場地 這不是免費的喔 聽說這個場地 念一遍 六七萬塊 你可能要賺兩塊 各位人出錢我們隨意 我們公立跟他一樣 所以我們要隨意 他把人的公立 他出的錢絕對不是為了自己 回向法改 回向世間的一切 回向眾生的背部 如果這樣公立就大了 但是雷神裡面 也抱到不穩心 我也有背部 自己 我們這個心哭是背部給我們 所以我們做的公立 回向眾生 結果背部請得到公立 所以地中王菩薩 為了他的老母 發婆的心 結果他的老母 馬上身體 脫離 輪迴的痛苦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 也會用這種的心態 特別今天 今天是 是西教母立佛 台磚發倫 發倫 發倫很重要 跟我們說生命的道理 讓我們離庫得下 所以這個月公立 每天到達到一千萬倍 而且今天就是 就是 現結清佛 屬性公立 這是蓮花生大事 降生人間 這蓮花生大事來倒胎 不是倒胎在老母的肚子 所以叫做蓮花生 它是在臉灰裡面 生出來 其實是代表阿彌陀佛 一種的心來倒胎出來 來救渡這個世間 也有一種說法是 是西教母立佛的化現 也會這樣說 西教母立佛在世 那麼 夏寶玉要被你蓮花生大事 再來施縣 所以今天這個公立 我們今天做的 幾筆 一筆 一筆 所以各位今天大作功德 共輝共水 奉心 嚴火 拜禪 共金 一直做 你一天就超級幾百歲的公立 因為我們一世人八十年一半年 也沒有一兆天 那麼它是能夠在這個殊勝的日子 所以 但是你怕你吃一塊雞腿 你賣了你 你怕你每人一句話 也叫一兆被公道 一兆被業障 所以大家把握這個因緣 你做這個福高德 千萬不要以暴自暴 我要報復 你罵我 我也罵你 那你不懂佛法 你罵我 哎呀 這是我的業障 小業障 我對你好 稱讚你 這是我的福報 這樣就好了 所以別人丟你石頭 丟你泥土 正好拿來種田 這樣就好了 而不要為了這個事情 起心動念 這個叫佛教徒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用你的主觀意識來做事情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們在敲土 北部 結果 北部現在做一隻豬 所以我們這世人 怕你如果有機會 看到路邊一隻魚 要逢台 你快點叫 你去叫北部 所以七月 農曆七月份 千萬不要吃半塊肉 也不要殺任何一隻動物 也不要得罪任何人 農曆七月份 你所碰到的人事物 都做過你的父母 所以什麼叫災戒日呢 我們像今天一樣 一日一夜的北關災戒 你看這邊 不可以想去 不可以沒人 明明他去福 我不可以想去 北關災 不好意思 小業 北關災的時間來找你的 都要來給你開桌 這樣 因為 胡說說的 你要百分之百相信 所以農曆七月份 你千萬不要起心動念 起不好的念頭 不好的行為 所以才會 古早團隊叫做鬼樂 七月時 別人去唱歌跳舞 拔轎做壞事 不然你都會拔倒 所以七月時 叫做鬼月 鬼的幫你抓 是啊這個講法 雖然聽起來不這麼好 但是佛陀講的 真是如此 因為這個災月 或是災日的時候 鬼神出來 在找那些 作惡剁端的人 他才可以 找他的麻煩 可以吃他的肉 吸他的精血 那是護法諸天 保護善良的人 所以我們要把握 這個農曆七月份 最大的善良是什麼 來 孝順父母 進一步 最大的慈悲 孝順眾生 所以農曆七月份 一隻蟑螂搞起來 都要把牠刺到 有聽到嗎 那是說 我家都蟑螂 我蟑螂 不是蟑螂越來越多 你不相信有煩 你把牠刺了 還把牠黏覆了 一隻蟑螂 牠就敲堂生天了 這樣 因為你家裡就沒有蟑螂了 那這個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議 所以各位要相信 千萬不要用心機去對待別人 要用智慧去看待一切 千萬不要用暴力稱恨去對待別人 要用慈悲來寬容對方 來原諒對方來償還業障 各位能依教奉行我 那就是佛教徒你了解嗎 有的人是說 掛一個念族 我真偶出錢 我是佛教徒 心肝很壞 常常要害 過來過去 那這樣 你是掛標騙人是佛教徒 內心裡面沒有佛法 所以各位依教奉行 你要把佛法放在心肝裡面 然後呢 用這個心肝來看待重心 我們老母給我們唸 我們老母現在失智症 我們都要牠疼 要牠愛 是不是 絕對不去對別人 他對待老母的方式 去對待每一個人 你不可以說 對你們家這麼高 他做壞事 你也對他好好的去摸 別人跟你唸一 你不可以打 你不知道去打到老母了 所以摘戒日 特別是農曆 普度月 什麼叫做破 破就是絕對憑定 沒有一個不涵蓋到 叫普婦 所以吃過時要普婦眾生 每一個世間的眾生 都是你愛的 度 度就是要給牠快樂 甚至要給牠解脫 再來要給牠祈禱世界 最後要去勝出 叫做普度 所以紀念是這樣 各位 我們給你紹介 來 發揮功德 像墨西哥 所有被暗殺者 為毒品被殺死 昨天墨西哥發生一件事情 載去那邊看 人家被打死 把牠躺衣躺口 掛在高速公路的 十具屍體 掛在那裡 旁邊還有九具屍體 造成全國轟動 然後作案的就是要跟政府挑戰 因為政府在抓毒品 對不對 這個毒品大公司 大集團 他就要跟政府挑戰 然後也跟對方挑戰 那這個是很痛苦的事情 在我們這裡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墨西哥現在已經是末法了 每天每年有三萬人被暗殺 每年都是為了毒品被暗殺 前一陣子在監獄裡面也是這樣 五十多個人被斬頭 用什麼斬 用牙刷硬挖 這樣 裡面只有牙刷消成尖尖的 這樣也可以把他頭給弄掉 這樣幫派打仗 所以那種情況 我們不能說 我不要去墨西哥 那不能唸一下 我不入地獄 我不入墨西哥 誰去墨西哥 我不要去墨西哥